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会客室 我是碧秀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不大的地方 人只要有交通工具拿来北往 想要回到自己的娘家 或者是待在自己的婆家 都是相当容易的事情 但是那个心情的转换 这个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 在这一次陪你看天心的剧集当中 饰演的是曹森的妈妈 我们来欢迎杨丽莹姐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杨丽莹 你好 接下来在我们线上和我们网络视讯的 是资商心理师 我们欢迎许浩宜 浩宜好 好 主持人好 丽莹姐好 现在的女性朋友 其实可能成长的环境当中 本来可能是独生女 或是只有一两个兄弟姐妹 可是要步入婚姻当中变成怎么样 双亲两个家庭他都必须要去兼顾 跟陪伴照顾 这个时候心情会有一些些很大的一种 这个要调整的地方 想要请教我们的心理师浩宜 这样子的心情你有曾经 怎么样去协助他们 或跟他们做一些帮助吗 其实我自己就是独生女 所以你刚刚讲的 那个困扰就在我自己身上 那如果我用心理学来看的话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人如果长大 然后成家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我们成年 所以理论上我们是 离开我们的原生家庭 然后去做一个独立的成人 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因为有很多传统的概念 你可能还要去照顾国家 所以其实你就变成 不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个体 所以以前的女性 因为可能在教育之下 或者是他们的家庭观念 大部分都觉得这样很正常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女性 受的大多都是西式的教育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观念 已经有一点中西合璧了 所以它会导致 我们女性就会变得很乱 你会卡在那种 到底我要独立成人 还是我其实又是 另外一个孩子的这个挣扎当中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是蛮多的 那像这个部分的话 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相信是没有 那如果以您自己的一个 在工作上面所收到的 这一些询问的个案 比较多的话 会比较普遍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协助他们 走过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矛盾呢 好 我觉得简单来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结婚它其实是为了独立跟成长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会历经的 那个痛苦的历程 其实不太一样 那唯一的标准就是说 当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 什么叫做成年的界限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不管是婆家还是娘家 哪一些事情其实我应该管 哪一些事情其实我就算管了 我也无力去改变 那我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就应该学习去放下那个焦虑 就是看着那些事情发生 可是我知道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们看到很多的女性 我们其实也在陪她们谈话 那有一件事情就是 帮助她们去认识自己的限制 然后也认识家庭 认识婆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 所以如果要能够做到好的话 她必须反而不是不断地去 自己绕着圈圈思考 而是要放开心胸 然后可能去观察 观察自己的另一半 观察自己的婆婆 或是观察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 那像在这次的戏当中 有时候是老一辈的人 会比较想要有一个传统的想法 时间还不够 过你大年初二五堂 动不动就想回娘家 这种事情对不对 很多习俗是说 你大年初二就要回娘家 可是你是人家的媳妇 你要回娘家 但是你的婆婆说 今天你们阿嫂让她先回去 她女儿要回来 所以你就必须要当大嫂的身份 要留在这里煮饭 你就不能回娘家 教你一步 你们去吃餐厅钱我出 我就可以回家了 现在的女生可能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 然后就要用一些些很巧妙的方式 或者是很善意的说明 要不然老公就跟那个酒 没什么一样 就在那里磨磨磨 老公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事情就是这样一言难尽 其实我相信很多夫妻 原本可能两个人的感情 是汤汤味甜的 但是面对着家庭的一些 像这种我的这个家的家规 我们家就是这样 对 它反而会促成夫妻两个人意见不合 有时候可能就不小心会伤了感情 像这样子的一种案例的过程当中 你会怎么样去让夫妻双方 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 去缓和这样子的一种紧绷的状态 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重点 你说观察很重要嘛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做婚姻自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发现说 其实大部分的夫妻或者是婆媳 会出出问题 大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对方会这样 比方说我嫁进自己的地方 然后这个婆婆就 我之前有一次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有一次就是遇到一个艺人 然后她就讲说就是她过年的时候 她过年的时候去婆家 那她的婆婆是将军夫人 所以将军夫人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她们都要煮整桌的那种满汉全席 就要煮很多菜 然后后来她出了就要回娘家 她就早上在玄关那边穿鞋子 然后穿鞋子的时候 她婆婆就问她说 那你们今天几点要回来 那她结婚第一年 她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说 为什么我今天出了回娘家 不是应该要住在那吗 然后她就没有回 她就没有回话 她就回娘家了 然后回娘家以后呢 就一直接到这个婆婆打电话来问说 那你们几点要回来 那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是媳妇的话 我们会怎样 我们一定会觉得说 这婆婆真的找麻烦 然后她就是不准我回娘家 然后这个太太就很困扰 她就跟她的先生说 妈打来我抱着很办 那你看这个老公怎么处理 她就说那我来讲 她就把电话抢过来 就跟她妈讲说 你很烦耶 然后就把她挂掉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哇 就是我们因为 因为她也两个人都不太懂 那个婆婆妈妈 为什么会这么做 可是我那时候 在旁边听的时候 我就有觉得 我就有一个感觉 因为我对于婆婆的理解 尤其是姜军夫人 她为什么会一直问她说 你们要几点回来 然后我就在想说 她会不会是想要知道 是她要不要煮她们的饭 然后呢 这个艺人她就讲说 她就这样过了几年 她就很困扰 大概三年五年之后 后来她突然发现 有一天慢慢的发现 为什么她婆婆每个周二 那个初二都要问她说 你几点要回来 她后来就自己说 因为她要知道 她几点要吃饭 几点要煮饭 要不要煮饭给她们吃 因为如果你们要回来 那我可能就要准备 比较多一点料 所以当她明白了 这件事以后 她婆婆还是每个初二 都会问她说 你几点回来 你们几点回来 可是她心里就不觉得困扰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刚刚说的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很难去 自己就正面思考 为什么 因为我们根本不懂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做 所以当我们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你在针对我嘛 但是当我多观察 我就会发现 其实每个人他这么做 其实他背后 有他的脉络跟意思 那我们理解了以后 其实通常大家就比较不会 觉得这件事情 这么困扰我 不管是哪个角色都一样的 真的是旁观者轻 其实女性朋友 在家庭当中 有时候遇到一些关卡 尤其是跟婆家的长辈 有一些需要去做沟通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种期待 我的先生能不能帮我一些什么 或者是说为我去做一个沟通 很好的一个疏导的方式 可是那一半有时候 又不如我愿 所以那是又猪队友 对不对 对 就该是神队友 还是猪队友 对 这种情形的话 万一他就是一个无解 也无法等待这个另一半 这位猪队友 他可以成为神 有没有给我们自己一个建议 如何来改变我们自己成为女神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 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把 就是老公我跟婆婆 我们就会变成三角关系 所以应该是说老公跟他妈 是他们的母子关系 那我跟我的先生 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那我们的女性 其实包括我自己 都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我们很喜欢 拿这两段关系来做比较 对 所以我们可能从结婚的第一天 我就希望你无条件地 站在我这边 那其实有很多婚姻的冲突 是从那一刻就开始的 因为其实夫妻的感情越深厚 那个深厚的程度 才有办法一起去 处理那个婆媳关系 所以如果我觉得 我旁边那个是猪队友的话 我就不要一直忙着 把他变成猪 一直骂他或者是什么 所以某种程度是 越损害我们之间的感情 跟伙伴关系 所以如果我能够理解 其实他在他的原生家里 已经这么久 他在母子关系里面那么久了 他还没有习惯变成一个大人 所以有很多的女性都说 我老公很像我最大的儿子 大家都觉得很困扰 如果让他带个小孩 他就让小孩吃洋芋片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困扰的话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 不是一直就是 用这种角度去看 我们要看到的是说 我怎么去把他当成一个 跟我平行的 我爱的那个人 其实夫妻关系经营好 一定有办法去处理婆媳关系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把 婆媳关系的问题拿来 去让夫妻关系更不好 那他就会久而久之就无解了 所以他如果你把他 当成两条路来看的话 你就不要一直把他纠结在一起 我们这边经营好 那虽然到了婆媳关系 你还会生气 可是你就会发现 就是你对他的气越来越少了 然后他对你的包容 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会建议大家把这两条线拆开 不然就是痛苦一辈子 所以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走入婚姻的时候 女生会忘了自己身旁 这一位是爱人 反而把他当成敌人 所以就可以想说 你是那一家的 我们共同可能要来迎战 我们的一些辛苦的关系 对不对 我想后面的这一段 我们浩宜的建议 应该会给我们很多 在电视机前面的妇女朋友 他可以懂得在家庭当中 有时候如果遇到难解的 婆媳习体的时候 靠自己 其实就可以解开了 不用靠别人 今天非常谢谢浩宜 在线上和我们聊 也谢谢丽莹姐 谢谢 谢谢